掌者收股息 今天是星期二 六點多鐘 股市是跌的 但跌市之中總是有升股 香港的股市就是這樣 例如跌市的時候 就升的少跌的多 首先我們看看這隻 叫做1373 大家有沒有留意 有位股東 這位單一非家族的最大股東 就是這個David Webb 他是一個很喜歡發聲的 很喜歡說話的 即是投資人士 他佔有1373 有7% 他就增持了12萬股 他就在過9 我是1.6X買入的 他就是1.9 他在未跌下來之前 在眾人開始沽貨之前 他就買了 因為可能他知道這盤數 他對市場有信心 這隻股就收在1.74 底部是1.71 連續三天也是 看看他21號 派什麼股息 知道刑警的了 這隻股 很多股都下跌 升的股比較少 領戰排頭 然後我早兩天說過66號 港鐵排第四 然後中海游 可以升 3.86 平手 8.57 跌幾千 其他方面 其他方面 就像中心國際 那些 都在升幅榜上 都有一些位置 銀河 我們這個頻道 都有的 我們都知道 其實中海發展 有得升 就是這樣 沒事了 看看領展 三個月的高位 其實他已經去回 去回44元 因為他除淨了 除淨了 除淨了 分析是 過三 現在正在做 42.5 加過三 即是43.8 即是公股 公股價 都是向上做 這些股 凡是遇到跌 就可以賣 為什麼呢 因為他經過一個 非常漫長的跌市 很坎坷 經過很多事情 現在就 開始露少少曙光 利息又跌 他又不用擔心 沒有錢給利息 只要公屋店 繼續有人租 他的收入 就撐得住 如果跌 凡是遇到跌 就可以賣 這個股 韋爾達就 明天派息 他分析是 過三 他現在正在做 43.5 加過三 四十 四十 不懂 過三 四十四個多 45元 過三 44.8 也是 45元 其實不是很弱 他是 除淨了之後 跌突一點 明天派息 不用怕 66號 MTR 港鐵 主要的賣點 就是他現在的收益率 利息 股息是 去到四厘四七 很多年都沒有見過 原因就是 他經常跌 差不多 每天都跌 今年 但去到現在這個位置 好像有少少底 好像有些反彈 主要由於分析 已經跌至 以前很少 那麼多利息 而且他又怕多債 既然多債 就好 如果未來的還債成本 低了的時候 對他的股 是有正面作用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股 現在這個位置 都可以賣 主要是因為 利息 很久都沒有見過 超過四厘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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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比美國國債 這個港鐵公司 他在票務方面 你不僅硬搭地鐵 你也看到 他主要是 有時要借錢回來 開新站 開新鐵路 鑿地 他經常都是借錢回來 做這些事情 做完之後 又有些上蓋物業 又被人投 他現在的前景看起來 利息減 他對他有利的 現在這個位置可以賣 我其實早十天八天 都已經講過 地鐵這隻股 我很久都沒有提及 這隻股 我現在還有少量 就是IPO時候 有些實物股 我有些實物股 有幾隻 有些實物股 有這隻 地鐵 然後有一隻 叫做 2800 我還有一些實物股 到時到後 有實物支票 傳到我的戶口 另外有些領展 有些領展 就是實物 香港人很多有這些收息股 整個航運板塊 都是在回調 沒有什麼 不代表基本因素變差 他一樣是看到前景 會有些加價能力 另一方面 就是有些水域 你不想去 就是這樣 他今天的回調 主要是因為 先兩日升得太高太急 就是這樣 舉例如1373 那樣 有些叫做聰明 沽貨位 暗暗地跌下來 我也不知道 有網友問 我聽不聽到消息 我真的聽不到消息 到了一宣布了刑警 時 普羅大眾沽貨位 又跌下來了 由1.9 跌至1.6X David Lab 就是在1.9時買 他就知道生意 有信心去先買 我們那些就叫做聰明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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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低一點 所以現在應該是在 David Lab 和我買貨的 那個階段 浮遊 直至到21日有進一步的消息 進一步的業績 大家又再評估一下 可能有些人又覺得不滿意 又跌一層也不定 又或者有些人覺得不是太壞 就可能站穩或者有少少升幅 我猜不到的 我相信有色派 我只是挺肯定這件事 是有色派的 不然的話 David Lab 也不會去買 買來幹什麼 21日還有一件事 也影響過大事 就是美國的GDP GDP 又是出數字 不知怎樣 GDP 上一次GDP的數字 所謂說 正5 它是叫做Q2Q 就是三季度對上季度 埋單 就是升5 就不代表它全年是5 全年 根據很多很多經濟師 經濟網站 報章 電視台 CNN 都是估計2.1 全年2.1 如果全年2.1 如果是全年2.1 就對 幾十年來都是這樣 香港就涉在中國和美國之間 即是GDP是低於中國 高於美國 連續很多年都是這樣 如果美國是2 2.1 就算是2.3 4 都是正常的 香港不是低的 香港沒有樓炒也有3 位置仍然在中國和美國之間 所以這是正常的 如果要努力一下 香港的GDP 在下一年度 就應該比我們現在 視野範圍看到的 就會好些 即是如果能夠 那些樓可以賣多些 那GDP 升上去 升上高一點 應該沒有什麼難度 我看香港 即是不用網自西博 其實香港的GDP 在沒有樓炒的情況下 也有3 就已經是非常不錯的數字 這是中海油52週的走勢 即是一隻升股 到現在也是升股 雖然下跌了 現在就在這個位置 好像找到支持 12元 現在12.3 這隻股 全年是一隻升股 不難買 很多人都買到 如果你買中這隻 你買中這隻 你不可能說港股不好 這隻利息又不錯的油股 它今天是做得比較好些 857今天就略略跌了3個仙 那也是有4.89 那這隻股 就沒有這個883做得那麼好 今天 386就平手 但這隻股 就不是代表它的基本因素 有什麼差了 它今年52週 還是一個升股 它現在又是去到這個位置 好像找到支持 4.7 4.8 就在這裏現在尋求著一個方向 就是 看到4.8 現在這個位置 都可以買的 其實這些股 它現在是超賣之中 超賣之中 有些收復 這些股是可以買的 國泰航空 就宣佈說 它的載客量升兩倍 對比上一期 但是這隻股就跌了下去 反而它的母公司 泰股 我有這個 泰股B 泰股B 就升了1% 去到9.85 這幾天都升得不錯 我最初以為它 升了上9.9.1 之後就在那裏打等 等準一步的消息 現在就 國泰航空的消息好 但是國泰自己本身就未升 反而這隻母公司 就這輪 吃住個勢 又升多幾個子 這隻股應該是 今年度的收息股當中 這一季 這一季的收息股當中 是升幅最顯著的一隻 我是有的 現在整年來計算 52週來說 是一隻升股 對比起6月下跌的低位 7個多 現在就升得很好 當時為什麼 那些特別股息 就是當時派了特別股息 宣佈了除了剩下 現在又有些 因為有個個證監 買它的一個產業 買它幾層樓 這是其一 就是有錢入帳 第一 第二 到了現在又有 國泰航空好的業績 又升一層 這隻股 我長期持有了25年以上 這些股 什麼本都回來了 我相信它今年的派息 除了特別股息之外 一定有息派 這隻股 有這麼多錢入帳 好不好買人 我就說不要住了 等明年 等它派了這一輪息 那些錢入帳 然後郭泰航空看有什麼進貢 今年的派息 比去年少 但是那份特別股息就沒有了 賣可可樂 那份股息就沒有了 說了15分鐘 原意是怎樣 原意就是 如果你買一些股 有一個組合的版法 買一些那個版法 買一些 要經歷很多年 經常都是這樣的 一定有一兩隻版法 升得比較好 其他人就不動 其他人就向下跌 整個艙就抖著 但是繼續有息收 明天有303 不久之後又有匯豐 還有其他小股 就是海聯國際酒店 都是這幾天派息的 還有一隻叫什麼 騎士商業 都是附近派息的 但是那些比較少量 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最特別的就是 200的股息 現在收了二十多年 從IPO 時代 一直收到 都是實物股票的收息 相信很多人拿著 200的股票 當時是12元 一直拿著現在 什麼本都回來了 反而200現在 經常是北水南下 買股的對象 不知拿來做對沖 還是拿來 當作是盲盒購買股 買港股 不管那麼多 買200 但是我就不相信 我就不相信是這樣 200 也是被人沽貨最厲害的對象 現在美國剛剛收了市 現在已經是星期三 早上 立指就升了98 道指就升了251 跟昨天剛剛相反 昨天道指就升少些 立指升多些 今天就調轉 立指升多些 香港的指數權重股 就是高水214點 這兩個因素都在 美國股市升 恆生指數 期貨高水 以及指數權重股 每一整個都可以升 亞里 京東百度 全部都可以升 匯豐也在升 不多 就是升少些 騰訊也有得升 沒有亞里 升得那麼多 所以今天開市的指數 就會升 我就看這個 起碼有 我猜有三位數字的升幅 如果這三個因素 即美國股市升 指數期貨高水 以及中國概念股 或者香港的指數權重股 一起上升的話 香港開一個高的恆子號碼 是機率很大的 我相信今天開市的時候 跟星期二那天就不同了 今天就是升的多跌的少 總是有個別發展的 星期二那天 即昨天就是 升的少 跌的多 但是總是有些股 擊中我們的升股 擊中我們經常關注的收息股 看看港燈 港燈昨天是升的 但是港燈本年度是跌股 港燈收市的時候 是升了0.645% 但是港燈根本是跌股 現在才在低位慢慢 醞釀一個上升的西頭 它一直在跌 今年是跌股 可能是低位 現在向上升 大隻二號仔 中電 今天是跌一些的 但是它今年是一隻升股 而且升得不錯 今年是 52週來說是一隻升股 升回上一次的高位 顯示了什麼呢 不同的股 就算是同類 它們有可能是波浪周期 大家不同步 有些是升先 有些是升後 這些現象 在很多類型的股票都看到 883又升好些 857又升少些 或者這一輪跌下 但是883和361 今年年度都是一隻升股 雖然很多人說 香港股市行炒 不行 但是如果你把焦點聚焦 是有色派 不會倒閉 那些股 不少是今年的升股 有空才做一個總結 就是年尾 今天我看開市時會升 你可以當它逃生門 你可以當它轉勢 你可以當它反彈 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股價去到一個位置 你覺得想獲利 就不要嫌少 想逃生就逃生 應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用理會你的理論 是不是轉勢 還是反彈 給個問號 那些不需要 總之知道自己 在這個情況下 需要做些什麼 投資者就是要決定這些事情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